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讲老师之一 来自苏州大学王剑法学院的陆永世 本次主要讲述一下 基本权力中的基设自由 一 为何要有基设自由呢 大学生为了在校园里 更好地生活 学习和活动 离开爱心社 读书会 学生会等学生社团 这里就涉及到基设自由的问题 基设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是公民参与国家 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 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设自由有助于夯设民主法治的基础 公民资源组织不同种类 不同城市的社团 表达自己的意愿 管理国家事务 这不仅可以避免政府专权 也可以使公民以合法的身份 参与商讨国家事务 总而既可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又可以推动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 二 基设自由有助于培养公民的自治意识 公民依法成立社团 不受干扰的表达意愿 不仅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而且也保障了公民及他自由权利的设施 公民在社团中 对于国家或者社会事务进行讨论 学商提出解决办法 这无形中培养了公民 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 公民的自治意识也不断地提高 三 基设自由有助于保持社会长期稳定 基设自由可以吻合国家权利 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公民通过基设自由 将他们的不满和意愿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层次表达出来 疏解民众的情绪 政府就可以将危机滑解以初始状态 这对于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是有帮助的 那么什么是基设自由呢 基设自由 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的目的 而继承某种固定的社会组织的自由 它包括组成社团的自由 加入社团的自由 退出社团的自由 以及社团自主力开展活动的自由 基设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 自愿性 公民加入这退出一个社团 都是自愿的 任何人都不得强迫 第二 组织性 社团是个体基于公同的意识 表示而建立起来的 社团由自己的章程 名称 资金 住所 组织机构 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三 自制性 社团应当是自制的 社团不是国家机关 社团的设例应当是自发的 而不是官方权力运作的结果 社团应当自我管理日常事务 三 这社分为哪些种类呢 依照社团的性质 这社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 盈利性的这社 就以盈利为目的的工商类经济组织 二 非盈利性的机制 即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制 它又可以分为政治性的机制 和非政治性的机制 那么政治性的机制呢 就是组织或者参加政党 或者其他政治性团体 非政治性的机制啊 包括各种宗教 艺术 学术 慈善等团体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明确将社会团体定义为 中国公民资源作成 为实习会员共同意愿 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 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这个具体实际啊 我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所调整的社会团体范围 仅决卸以 非盈利性机制之下的 非政治性机制 一般说来 国家对公民的机制 自由是分类规范的 对盈利性的机制 通常是由民法 公司法 或企业法等来规律和调整 由于非盈利性机制 特别是政治性的机制 对国家影响比较大 所以各国家一般在宪法中 或者通过专门的立法 来加以规律 正因为如此啊 人们诉说的机制自由 也主要是指 非盈利性的机制自由 在我国主要是指 组织社会团体的自由 而非组织政党的自由 是 机制自由是否有限制呢 机制自由啊 同样是有界限的 我国新型宪法 这简单地规定了 公民有机制的自由 国务院颁布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对社会团体 做了交易严格的限制 在机制的目的上 社会团体 必须征受宪法 法律 法规 和国家政策 不得 反对宪法 确定的基本原则 不得 危害国家的统一 安全和民主的团体 不得 不得 损害国家的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以及 其他组织和公民的 合法权益 不得 违背 社会道德封赏 社会团体 不得 从事 盈利性的 经营活动 在机制程序上 规定 社会团体的 成立 实行 筹备和登记 商榮 审批制度 并要求 在申请筹备之前 由义务主管单位 审查同意 但该条例 不调整 政治性的 机制问题 为充分保障 公民的 机制自由 我国应该 指定 机制法 而且立法室 不仅要考虑 国家的 必要的限制管理 更要保障 公民 机制 自由的实现 五 在我们国家 如何来 进行机制呢 现行宪法 第三个五条 有规定 中华人民公 五国公民 有机制的自由 除了这些 原则性的 规定之外 公会法 红市日卫法 消费者权业保护法 历史法 等法律中 也涉及到 具体社团的问题 但是有关 基础社权的 基本法 这是一个 行政法规 这求是 1998年 国务院颁布的 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 这部行政法规 构建了 我国当前 调整 机制问题的 法律框架 社会团体 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了 成立社团的 条件和程序 一 成立社团 必须具备 相关的条件 包括 会员的数量 社团名称 与组组织机构 古林的住宿 专制工作人员 资产及经费 独立的民事责任能力 二 社团应当 具备法人条件 三 申请成立 社会团体 必须经 义务主管 单位审查统 四 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筹备 提交相关文件 这时候审查 五 筹备工作完毕以后 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成立登记 这时候审查 六 社团成立以后 设立分制机构 和代表机构的 习经义务主管 单位审查统一 并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登记 七 社会团体发生变更 或者助效情况时 习经义务主管 单位同意 并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变更 助效登记 八 社会团体要接受 义务主管单位 和登记管理机构的 年度检查等监督管理 从条例规定的内容来看 理论上我们称之为 叫商众管理体制 当然 我国也开始探索 行业协会 商会类 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 城乡社企服务类 社会组织 这些登记 启动行业协会 商会 以行政机关的特贡 增强社会团体 成立的便利性 和管理的自主性 本节主要讲述了 基设自由的意义 含义 基设的类型 和基设自由的限制 以及我国法律的 具体规律 那么通过学习 我们应该认识到 基设自由是 民主与法治 不可或缺的基础 基设的范围 不仅包括政治性的基设 还包括经济 宗教 学术 艺术等多种各样的类型 基设自由 不仅表现为 国家对基设权的保护方面 同时也表现为 国家对基设权的限制方面 而我国 应更注重于保障公民 基设自由的实现 同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